本集节目由韩国扁抗丸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两个话题 话题一,梅西注射布林肯来潮 习近平七十大寿藏心机 话题二,亚投行高管出逃 揭露中共操控资金大撒币 来看第一个话题 梅西注射布林肯来潮 习近平七十大寿藏心机 这两天,全中国最火红的人是谁呢? 梅西吗?不是,是他 这位穿着梅西十号球衣的中国球迷 突然闯进了阿根廷与澳洲队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友谊赛 他开心地拥抱梅西 还在场上奔驰了大半场 还跟阿根廷的守门员机长 引发全场球迷的热烈欢呼 这意外的插曲成为全中国的亮点 不过你一定会好奇 去年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 为什么要跟澳洲队飞到北京 来举办这么一场友谊赛呢? 这一切的特殊安排都是为了他 不对,是为了他 6月15号是习近平的七十大寿 大家知道习近平很喜欢足球嘛 所以官方特别在这一天 重金礼聘了梅西跟阿根廷队到北京 来演出这场比赛 来为习近平祝寿来取悦雄心 抱歉,是取悦荣心 而且有消息传出 习近平在北京的万寿寺 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 大家知道当年毛泽东在党内立下了规矩 中共领导人不作寿 但是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那么习主席这次又打破了规矩 而且万寿寺是明朝和清朝皇帝作寿的主要场所 是中共所谓的封建旧礼教的地方 但是习近平到这里来作寿 显然又打破了党内规矩 我想大家一定还记得 在一个月前 习近平在西安安排了一场大唐迎兵室 来接待中亚五国的元首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排场呢 那为什么要选用大唐风格呢 很显然 习近平是要营造自己 拥有跟古代皇帝一样的地位和权威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皇帝 是想要比肩唐太宗的盛世天克汗 所以四海来朝万邦来共 而且比尔盖茨也到了北京准备跟习近平会面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马上要在这个周末出访北京 这是2018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务卿 而且布林肯还要跟习近平来会面 那为什么布林肯这么刚好选在习近平生日的这个星期去访问北京呢 是美方主动的有意帮他驻售吗 还是被动的被中共安排来驻售呢 那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布林肯在这个时间点访华呢 那中共官方的宣传调子 很可能会是这样 中美双方的紧张关系 在习主席的战略顶利 与英明领导之下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的政商界主动来朝 为习主席驻售 在中共的领导下美方终于向中方屈服了 中国共产党又再次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的胜利了 好我们想想中共最近搞了哪些噱头呢 用大唐营兵式迎接中亚五国 安排梅西跟阿根廷队到北京出赛 在万寿寺为习近平作寿 布林肯访华 还有比尔盖茨 马斯克等等 一众美国企业家访华 那这一系列的安排 到底有哪些目的呢 第一 要推高习近平的地位 凌驾老毛 来直追大唐皇帝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虽然已经三连任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 已经独揽大权了 但是呢 他们还是一直设法 要通过各种活动和仪式 来推高习近平的地位和光环 而且中共特意在西安 那古代叫长安 来安排那场大唐营兵事 背后的潜台词已经透露了 习近平并不只是想要比肩毛主席 而是要超越毛主席 穿越时空 去比肩古代最伟大的君主皇帝 唐太宗 当然了 习近平跟唐太宗是天壤之比 但是呢 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目前是高度的自信 不但认为自己是中共红朝 最有成就的党魁 还自我感觉良好的 认为自己是中国历史上 最杰出的国家领袖之一 因为呢 他缔造了许多人间奇迹 因此我们更要注意了 中共党魁 这股异常的高度自信与自负呢 很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误判 与非理性的决策 第二 要对内营造外交胜利 来掩盖经济实力 中共这一连串的外交行动 当然是有目的的 要营造中共 已经突破了被美国领导的 北方世界反华联盟的封锁 还让美国国务卿和大富豪 都纷纷来到北京 向习主席办寿 也就是 共产党又带领人民 从抗议胜利走向了外交胜利 那我们分析中共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魔术式的一个伎俩 就是当你给观众看一样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为了不让观众看到另一样东西 因此 中共现在让人民看到的是 中共的外交胜利 那目的就是为了遮掩他们 在经济上的实力 掩盖中国经济一路下跌的实况 所以我们要懂得反向解读 那接下来就要格外的关注中国的经济 或许会有什么大问题或者大麻烦快引爆了 第三个目的 收敛战狼姿态缓解国际围堵困境 目前中共被国际社会围堵的困境还没有解除 包括贸易战和科技战等等 所以中共最近一方面 在外交上召回了几个激进老战狼回国 同时也安排各国的企业家和政要来访问中国 还安排国际球赛到中国来举行 其实这是一种放低姿态 想用软实力来修补国际关系 来缓解国际围堵的手段 因为中共如果不放软 那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封锁解除不了的话 那中国经济就注定死路一条 那经济垮了 北京政权也可能会跟着地动山摇 所以中共最近一连串的外交举措 不但是为了拉抬习近平的权威 还有对内维稳、对外解围的用意 那目的主要有三个 第一 推高习近平的地位 凌驾狼毛来直追大唐皇帝 第二 对内营造外交胜利 掩盖经济势力 第三 收拎战狼姿态 缓解国际围堵的困境 好 休息一下来看看健康资讯 那如果你有呼吸道过敏的困扰 或者是曾经感染疫情 出现了呼吸不通畅 容易感冒的后遗症 那请您要注意了 传统的韩裔认为 肺部会主导鼻子 也就是呼吸道相关的病变 其实都跟肺部异常有关 像鼻炎、哮喘、肺病等等 都是因为肺部不健康 肺部积热过多导致的 那韩国的扁康寒医院院长徐孝希 他经过50多年的经验与研究 用中草药开发出扁康丸 扁康丸可以从根本上 来清除肺部的积热 让肺部恢复健康 而鼻炎、哮喘和肺病 就会渐渐的康复 而呼吸不顺 容易疲劳 以及相关的疫情后遗症 也会很快的改善 那现在全世界 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扁康文的海外官网去了解 网址是www.pinkon.us 他们也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 可以免费咨询 涵盖了欧美、澳洲、日本、台湾、香港等地 而且还有24小时的专家咨询 再来看话题二 亚投行高管出逃 揭露中共操控资金大撒币 中共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 爆出了新丑闻 刚刚离职的前亚投行新闻局局长 毕加伯在日本东京公开指控 亚投行被中国共产党把持住 被中共用来贷款给一带一路的国家 中共从这些贷款当中 谋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好 亚投行是什么呢? 亚投行的全名叫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是习近平在2016年推动成立的国际银行 总部在北京 目前在全球有106个成员 他的主要业务是贷款给发展中国家 来帮助他们发展基础建设 说白了 就是一个中共主导的国际大金库 想要跟西方国家的世界银行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来抗衡 亚投行看起来像是个国际组织 不过毕加伯爆料说整个亚投行其实都被中共控制着 他说亚投行被共产党成员主导 而且存在一种有毒的文化 他还说亚投行的运作非常不透明 他也是在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才意识到 亚投行的大权都集中在共产党的人马手上 而且他们的运作手法就跟秘密警察差不多 毕加伯说 他在去年三月进入亚投行 就被警告说 不要招惹任何中共党内人士 因为他们非常有权势 而他曾经写信向高层反映 担心中共党员会影响亚投行的正常运作 他得到的回复是说 基本上别提这件事 简单说 亚投行表面上是国际性银行 但实际上就是中共秘密操控的大金库 所以毕加伯说 他不认为亚投行能够有效的为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他决定请辞 并且在朋友的劝告下 他赶紧逃离中国飞到日本东京来公开揭穿这件事 加拿大政府也立刻采取行动 宣布冻结在亚投行的一切往来 并且展开调查 不用说也知道 对于这些指控 咱们伟光正的老共肯定是严厉驳斥的 说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炒作是谎言 好 毕加伯爆料很有价值 他等于告诉我们 中共以亚投行的名义 招揽了106个会员国投入资金 然后中共就强势地控制这批资金的主导权 把别人的钱拿来贷款给一带一路的小国们 一方面运用这笔贷款来建立干预外国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方面也从贷款当中来收回经济利益 换言之亚投行是中共的一场金融劫机或者是金融盗窃 大家都出钱中共拿去用 你有意见他们就用各种权术手段来威胁你恐吓你陷害你 所以亚投行的人才警告毕加伯不要惹共产党 毕加伯也说这是一种有毒文化 没办法保障加拿大的利益 其实亚投行的案例只是中共国际大战略的一个缩影 什么战略呢 就是渗透入侵现有的国际组织 用各种建光和不能建光的手段来取得主控权 然后就堂而皇之地用国际组织的名义和资源 来推动一切有利于中共的政策篡改国际秩序 简单说这叫附体国际全谋私利 举个经典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 早在2006年 中共就设法安排了他们的人马陈逢富珍 当上世卫总干事 那一口气就干了十年 到2017年才改由谭德塞来接任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谭书记 大家一定还记得 谭书记跟中共关系非常的友好密切 在疫情的爆发初期 谭书记不但说对中国防疫能力充满信心 中国疫情受到控制 还要各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 但最后那样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大流行 所以世卫当时受到各国的抨击 批评世卫根本就是中国卫生组织 那世卫的案例让全世界清楚看懂了 原来中共已经长期的有计划的渗透控制这些国际组织 那特别是联合国旗下的组织 然后利用这些组织的名义和资源 来推动中共的国际霸权扩张 或者帮中共进行国际洗地挑白 像前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曾经说过 联合国底下有15个机构 那其中5个已经被中共控制了 除了世卫之外还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那这几个组织的一把手都是中共的人马 而其他组织即便一把手不是中共的人 但是中共的人马也在里头登上了高位位居要职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说白了 这些国际组织几乎都是中共可以轻易操控的傀儡 是中共用来扩大国际影响力 推进中共国际霸权的借船出海的船 那再加上中共在联合国里头 养了一大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投票部队 所以即便是美国日本与欧洲 在联合国那套一国一票的形式民主底下 也很难在重要的决策上跟中共来抗衡 换言之 中共为什么一直喊多边主义多边主义 为什么一直批评美国是搞单边主义 要美国回归联合国机制来处理争端呢 就是因为联合国已经都是它的人了 中共知道跟美国玩一对一的单挑会打不过 所以早就在这些国际组织里养了一批小弟 那目的就是要把像美国这样的大国 压到国际组织里面来打群架 用选票来围殴美国 这样中共才有胜算 才能够堂而皇之地推进他们的国际霸权 来改写国际秩序 简单一句话 中共嘴上的多边主义 其实就是中共独大的单边主义 中共嘴里的联合国就是联合修理外国 中共只是利用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外壳 来包藏自己的单边霸权 不然你今天叫中共去北约里表决 去五眼联盟里表决 他们敢吗 当然不敢 因为都不是他的人 因此 这次亚投行的内幕被爆料出来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 揭穿中共附体国际 全谋私立的国际渗透战略 第二 看穿中共盗用各国资源 来壮大自己的吸血鬼成长术 第三 预示了中共的国际朋友圈 将越来越小 会陷入孤立与信任危机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